凌晨真的不平靜 还要来看到台北的文山区 景美夜市传出枪响 附近的居民听到了枪声下行下楼查看 只有看到骑楼的铁卷门留下三个弹孔 这开车的嫌犯已经逃逸无踪 而警方来到现场拉起封锁线进行裁证 有在地上找到了两枚依次是改造枪的子弹弹头 目前钓鱼监视器锁定嫌犯 不过文山区才刚刚发生丢职信号弹恐吓的社会案件 现在又发生了这起开枪示威 有很多的网友在网络上表示 这文山区的治安似乎已经亮起红灯